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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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GTS駕駛學校 9-16關的全金牌解說 第9關 國安速度控制 嘗試速度快的車 無法全速過彎 放開油門或減速 轉不了彎 就減速的習慣 這關要養成轉不了彎 就減速的習慣 這集中所有的設定都是 手拍 賽車硬胎 牽引力1 下面關閉 ABS預設 這台車比第8關的還要快很多 我們在 10大的時候 就差不多要準備開始轉彎 技巧跟昨天的第8關是一樣的 放開3分之1的油門 看可以了再纏下去 他們是同一個彎 所以差不多 我這一個沒有跑得像 第8關那麼完美 第8關 第10關 就要跟它盡量的去符合 如果稍微往外偏 油門就少一點 偏進來一點 油門就多一點 然後轉速滿了就升4檔 這樣子 調整的一個狀況下就可以過關 最關它有一點點片 就要彎轉向的角度還滿大的 所以一定會看到出彎口的時候 才把油門補下去 不然很容易在最後衝出車道 一樣是中間放油門不用下車 沿著地上的黑線行駛 第12關 這一樣是轉彎 而且它這個的特點就是 它的出彎口 這關的特點 就是它的出彎口 那邊是比較急彎的 前面是比較緩彎的 這彎說實在是 我還滿不擅長的一種彎 這關技巧基本上還是跟第8關類似 不過這種特殊的彎 我們必須要先靠外側 慢慢的進去 看到彎中心的時候 再切進去碰彎中心 這樣子才不會在出彎的地方衝出去 這種類型的彎 另外一個滿經典的賽 不然是赫製GP的這個彎 因為原本影片有我講話的聲音 所以我先靜音了 可以看到前面的洞洞 它的路線就還滿標準的 再來這關它是長直線之後 來一個急彎 所以它需要減速 不再像之前只有外偏就放多一點 內偏就踩多一點的問題 這一次我們需要煞車 在左邊的綠色 完全被防滾架遮住的時候 煞車 然後降到四檔 不要降到三檔 會沿著外內外的路線 開過去 再來這個結束後入彎 從地圖上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急 彎非常的急 所以我們就要 下車上多一點 而且還在 非常的快 這關的煞車點是看左邊的開始 大概100公尺跟150公尺開始 中間的地方煞車 在50公尺處開始彎向彎中心 煞車見過到彎中心放開 開始慢慢加油出彎 再來第15關 又是減速後入彎 看來它考了蠻多減速後入彎的 這個 就感覺應該會 需要下更多車 我在想這個 馬焦雷狐賽車場的 這個彎應該是那個 下坡二檔的那個 我們當初 BETA版開GR3 在這邊跑了一個小時 那個彎其實我那樣跑下來 我還是沒有抓它的極限 這關前面是一個 長直線的大下坡 所以車速是非常快的 我們會在50公尺排這個地方 開始下車 然後在右邊A住 遮住白色部分的時候 開始右轉 下車漸落 到彎中心放開 開始換油門出彎 開始換油門出彎 再來第16關 還要以旁邊當 那個參考點來下車 其實我們前幾關都是這樣做的 這關的賽道是第三關的下一個彎 這關我們會在左邊的 綠色標記 出現在A住之後 下車同時開始轉彎 右輪壓過路沿之後全油 瞄準下一個彎中心 沖出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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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出彎中心 或者說它是英國的車 好 那我們今天的駕駛學校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其他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